一辆汽水 一辆汽水 一斤走进车里 迅速从车里拿出一包纸巾 然后快步走到女孩面前 她一边给你还擦拭衣服 一边对着女孩连声道歉 她向女孩解释道 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刚刚车速太快 没有注意到路面有汽水 当时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才把水溅到了你身上 希望你还能原谅自己 你还看着被禁食的文件 还有全身上下被禁食的衣服 她下午还要去面试 这可怎么办啊 女司机让你还不要慌 自己会想办法的 于是她帮女孩打开车门 她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 要和女孩交换 虽然她不小心 把水溅到了女孩身上 但她这一举动 让任大师一惊 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 值得赞扬 不一会儿 两人就互换好了衣服 女司机用实际行动 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从而她也得到了女孩的原谅 常言道 失措能改善莫大言 人非圣贤 孰能无握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实权实美的人 每个人都会犯错 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和错误 并进行改正 这是一种勇气和美德 希哥借此视频提醒各位 雨天行车注意控制车速 应减速慢行 耐心必让行人 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引以为戒 积水路段一定要慢行慎行 不管旁边有无行人 路域积水都要减缓车速 这既是一种美德 也是一个人的素质修养 之类 发出 什么